能活过超过一百岁 也就是说会超过一个世纪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世界 别着急 我们先看一看几个基本的常识 比如说 如果您不给我身份证 换言之您也不给我出生证明 我有什么办法知道 您准确的年龄吗 测一下您的牙齿 抽一管您的血 给我一些带毛囊的头发 我能知道您多大吗 抱歉 我们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准确的去测量一个人 特别是成年人的年龄 换言之 比如说您给我那管血吧 我测量您的实际的年龄 可能会正负十岁 也就是说 它整体上会有二十岁的 这样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请大家记住 我们的社会年龄 和我们的生理年龄 是远远不一致 我们还可以往细了做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每个器官的年龄 它也是不一致 你爱运动 你的心肺功能可能就好 它就会比你的社会年龄 可能会年轻个几岁 那如果你瘫嘴 你可能会觉得 你胃肠道的功能好一些 然而它可能就会给你的肝脏 带来很多的负担 这就是我说的 您不要太偏科了 还是要好好地去 爱心您的身体 更重要的 我特别想说 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人问我 在这样的一个 不确定这么强的时代 应该如何去养生 真正养生的方法 其实都不太花钱 你不信 你跟我看 比如说 我会推荐你 调好嘴 不是简单的管住嘴 我们不是简单的看热量 我更多的要看 我们的均衡营养 到精准营养 比如说 你应该迈开腿 找到一种 合适自己的运动 不是每个人 都要去跑马拉松的 灰泡也很好 游泳也很好 同时我希望大家 能够睡好觉 规律睡眠 这是提升免疫力 最好的方式 我还劝你 如果有力所能及的话 多做点好事 助人为乐 让你有一个好心情 这件事情 也会让你 整体的情绪变得开心 你的健康的寿命 也就会变长 最后一条 希望你乐天 乐天不是简单的说 你不悲观 或者每天就是 傻呵呵的笑 乐天的基本点是在于 不管给我的好还是坏 我都坦然面知 我称之为 你要做一个达官的人 所谓乐观的法语词 不是悲观 是不乐观 悲观的法语词 也不是乐观 是不悲观 任而东南西北风 我就做一个乐天派 当下 很多的朋友们都看到了 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 他会问我 人类的寿命极限 到底是多少 我们在过去 觉得120岁就是上限了 比如说哺乳动物 它是生长期的5到7倍 性成熟的8到10倍 或者我们的细胞有次分裂 50到60次 大概推出来 差不多就是120岁 但是 随着我们这几年生命科学 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 我们开始讨论200岁 是不是有可能实现 前不久 我刚刚跟这本书的作者 叫谢尔盖扬 这是一个原来的 可能更多的去投资 房地产的这样一个投资人 现在 因为他遭受了一些 自己的大起大落 特别想做健康 他成立了一支基金 叫长寿愿景基金 他就把他的理念 写了一本书 叫年龄革命 我可不可能活到200岁 同时还保持25岁的身体 我们先看看过去吧 所谓不谋万事者 不足谋一时 我想请问大家 比如说 古罗马古希腊时候 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 28岁 一直到1900年 全世界 人类的预期寿命 31岁而已 很多人说 古代御医好 所以皇帝都活得长 我这里统计了 中国古代305位皇帝的寿命排行榜 你看到了 平均皇帝的寿命 也只有41岁 清朝是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朝代 清朝的皇帝 清宫十二帝 也不过就是52岁的一个平均寿命 我想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大概率都比过去的皇帝 差不多要活成他一倍的寿命 我们再讲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欲 那中国的人均健康预期的寿命 在全球的水平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看这张热度图 应该说我们当然不属于 目前最常说的一个 但整体来讲还不错 根据WHO所列出来的人均预期寿命 和人均健康预期寿命 我们能看到 其实中国的这个数据 在英国之后 但是比美国要好 我们的当下的人均预期寿命 大概是79岁 而更重要的是 我的健康预期寿命 比美国还会高一点 要知道 美国一个人在终身的医疗化费 差不多是中国人的十几到二十倍之间 我们怎么会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这也跟我们中国人喜欢养生 是不无关系的 那我们再接着问 我们当讨论长寿的时候 就会想起百岁老人 那么中国的长寿世间在哪里 巴马没问题 金瓶没问题 如高没问题 如果一个区域 它的整个的人口超过千万了 这样的一个长寿的聚集地在哪里 您或许猜到了我要说什么 没错 北上深广航都列在这了 我们能看到 其实在我们人类脱离的健康区寿命 最后的这段时间 比如说十年或十五年 我们确实根据 要当地城市的卫生健康水平 医疗水平 教育水平 城镇的便利设置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城市 你生活成本会高一些 它给你带来的其他的 一系列的辅助条件也确实好一些 我们过去说 人生七十古来西 现在大家只能哈哈一笑了 如果今天有一位七十岁走了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惋惜 您是不是走得太早了 不得不说 如果我们看过人类史的话 我们是历史上 寿命最长的一代制人 也是技术上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 我们接近于细胞永生 器官永生 肉体永生 艺术永生 所谓至少是技术上 接近了永生的这样的第一代群体 那么再往下看 比如说今天的生命科学 今天的现代医学 有没有可能让中国人 能够健康地活到百岁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 这个世纪初出生的孩子 如果没有说特别大的变动 那么他的人均预期成本就是一百岁 不妨想象一下 您小学毕业了可能九十年 还在做同学聚会 那会是一个什么的场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特别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都能够去保重自己的身体 因为原来六十岁退休了 也许你只会再生活十年或二十年 今天你可能会生活四十年或更长 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画卷 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全球这么多国家 第一个撞线的其实是日本 我们也知道日本作为一个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 它也是全球第一个深度老龄化的 拥有一个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 它早在2017年 还在安倍金三世首相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叫人生百年时代 构想推进史 重点就是讨论 如果我今天日本的平均期寿命和平均年龄 都在大幅度增加以后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经济 可能会有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 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百岁人生时代 讲定真的来了 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比如说 您需要长久的锻炼 一定要把自己的骨骼 自己的肌肉 特别是小肌肉 能够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没事 压压腿 拉拉筋 让你的这些软组织 也能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 再比如 应该保持忙碌 其实人 大概闲着的时候 是会很恐慌的 忙着的时候 尽管有的时候会焦虑 整体上 你还是经常会有一点心流的滋润 我们说内胃态的奖励效应 鼓励大家 还是让自己忙起来 再接下来 请多交挚友 人生得以知己 足以 诱惑者 心情及血 知我者 二三子 性以 所以 如果你想活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长 又足够的想 把这个时间活得很丰盛的话 请您交几个好朋友 想一想 巴菲特和 芒格 芒格先生刚刚去世了 这两位挚友 也是保持了一个长达 大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关系 彼此印证 我想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就又多了一份 心灵的支持和伴侣 除此之外 我还希望您能够终身学习 我们过去的学习 到底到了本科 或者如果你没有进一步的深造 到此为止 二十来岁 如果你想从事 比如说科学研究 你可能会念 硕士 博士 博士后的进修 那这个时候 大概你会学到 二十八岁到三十岁 这么一个范围 而如果我们今天的 这个寿命的尺度 已经是百年了 那么我们可能 就要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很多人经常会问我 如果已经到了 比如说五十岁 甚至退休了 我再学还来得及吗 我要说 其实只要你现在开始 什么都不完 我会建议你再尝试 学一门外语 尽管我们对 大量的理工科的学习 我们说 可能会在三十岁以前 你会更容易 去学习比较深的内容 但是对很多语言的掌握 确实是要到四五十岁 有了充分的人生经历以后 你才会更加的得心用手 不妨开始学名二脉 因为只有学过了两种语言 才可能真正的去明白一种语言 又或者 我建议你学一种乐器 不管这个乐器 是很复杂的钢琴 还是一个很简单的 古琴 我说的是看起来简单 在演奏技巧并不简单 因为学习乐器 会用到您不同的脑区 甚至是一些远远的脑区 这些都对我们将来去对抗 我们目前还比较棘手的 中枢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 所谓帕金森 阿尔兹海默 我们叫老年痴呆的 这类疾病 是不无必义的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 请大家不要忘了 需要您及时攒够钱 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我们今天在退休以后 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您要度过 如何做好自己的人生的财富规划 如何是不是在退休以后 还有一种增加收入的可能 这些都对今天的人类 披赖的全新的一些挑战和思考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几个 正在发生 或即将普及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治愈癌症 我们的器官能不能再生 我们的意识可不可能云端存储 美国也刚刚批准了 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基因编辑CRISPR的技术 开始走入到临床 虽然这个技术 今天的收费是一剂 220万美金 我觉得在可支付程度上 它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所以我在每天看到这些 分支踏来的生物技术的时候 我也有自己的迷思 我并不怀疑人类 能否实现上述技术 我只是担心 我们把今天的精准医学 变成了精英医学 从而让生命变得愈发不平等 如果以后有钱的人活200岁 没钱的人活20岁 那么我们这个技术 还要做它干什么呢 我要说 只有普惠的精准医学 才是有意义的 而在这一刻 我特别想告诉大家 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防大于智 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人类到今天 也并没有掌握到 可以去治疗或者治愈天花的方法 大部分的天花 其实是自愈的 想想今天的活动 但为什么整个人类 可以在1979年 中国在1960年 集体告别的天花呢 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全球合作 通过人人可及的疫苗 我们告别了天花 同样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基因检测做到人人可及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远离遗传病 或者中晚期的恶性肿瘤 我们在这些重大慢病上 是不是能把我们的人类 抢出更多的生存年 节约大量的医疗费用 减少更多的社会负担 健康中国2030年的核心 是我们要从 以治疗为中心 转向为 以预防为中心 再转向为 以健康为中心 这叫防大一致 而跟基因相关的 有几类疾病 我也希望大家能记住 下面三句话 第一句话 那就是 罕见病 都是正常人生的 我这里的正常人 是打着引号的 您跟我一样 基因组上是没有人完美的 任何一个人都会携带 7到13个 我们叫有害的基因突变 可以导致你治疾 治残或治死的 关键是 您的另一半 不要跟您携带 有一样的缺陷 否则 你们生出一个 不正常孩子的概率 就大增 别忘了 今天中国 出生缺陷率 还是5.6% 中国保守估计 有3000万的 罕见病的病人 就像蔡磊先生 这样的 见动症患者 他是能够站出来 给大家看的 还有太多的 罕见病人 今天在中国 大家根本都不敢 让他推出门去 因为怕被别人 歧视和看不起 首先我们做 生命科学的 不要有分别心 正是因为 他们替我们这些 所谓的正常人 承担了小概率的 这些事件 才使得我们可以 正常的健康去生活 我们要帮助他们 去解决问题 去修改 这些上帝开的玩笑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避免 这样一个一个悲剧的发生 所以做好运钱 产钱 新生儿的三具预防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句话 那第二句话 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 只有突然发现的癌症 为什么我前面用肿瘤 后面用癌症呢 是因为肿瘤 分成良性肿瘤 和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就等于癌症 有没有良性的癌症 对不起 没有这个词 我想说的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 大量的癌症 包括公减癌 包括截至肠癌 从最开始出现 一点点癌症病变 或者就是良性的一些改变 到最终演变成 我们不可收拾的 中晚期的肿瘤 要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在这十几年当中 只要您做过一次 比如说HPV的检测 做一次截至肠癌的早时癌 做一次我们的阴道镜 做一次我们的胃肠镜 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 将这些隐患 消灭在萌芽当中 千万不要以我自己忙 我给我自己一个借口 我不去体检 要知道 如果您不修起身体 生物的自教机制 身体一定会修起你 最后一句话 是写给当下非常非常 应该说很多焦虑的家庭 最近刚好是秋冬季 也刚好是应该说 我们全面放开以后 第一个冬天 我们看到了多种 呼吸道的病原微生物 都在分支它来 各地的医院 特别是儿童医院 病满为患 我想说的是 当病因不明的时候 请您不要滥用抗生素 如果是病毒感染 抗生素没有用 如果是志愿体感染 头包就没有用 所以我们精嘴医学的关键是 我必须知道这一刻 您是被何种病原 引发的感染 然后再辩证实质 或我们在精读医学里 称之为 这是一种个体化的治疗 这几句话 其实都很简单 然而真正做到 似乎就不会那么容易 这也是这次 网易的未来公开课的 一个初衷 它期望让更多的跨界思考 来启发大家可能对一些 我们在专业领域而说能详 然而在大众却并未认知的 希望让这些王谢唐前燕 能够飞到寻常百姓家 这也是科普的重大意义 下一趴我会聊一聊 我们为什么会老 你有没有想过 老也有可能是可以不发生的 这几年 关于衰老机制的研究文章 越来越多 有一篇文章创造性提出了 衰老的十二个标志 包括了基因组不稳定 端力损耗 表观遗传改变 蛋白质稳态丧失 大自视失能 营养感染失调 线力体功能障碍 细胞衰老 干细胞浩劫 细胞间通讯改变 慢性炎症 生态失调 比如说肠道菌群失调 就属于生态失调 这些每一个流域都是当下我们做抗衰老研究的一个相关的重点 衰老的特征 我们想一想 它需要满足我现在讲的三个要求 第一个 它跟年龄是相关的 年龄越大 发生的越多 第二个 我通过实验证明 我诱导这个事情可以加速衰老 第三个 我通过干预 可以减缓 停止 甚至逆转衰老 哺乳动物的基因 基因组大小差不多都是在3G 也就是31个减几多左右 但是为什么我们相同基因组大小的不同的物种之间 衰老的速度却坚然不同 比如说我们的地上属 地上的老鼠大概就是活个两年左右 而我们人类 基因组跟它70%80%相似 基因组大小基本一样 我们却能活到百岁 我是它寿命的50倍 你说细胞如果都是按照同样的衰老速率 这是无法解释的 这在过去一直是在我们衰老界研究的一个谜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来干预小鼠的寿命 包括我们在小鼠身上 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去想办法延缓衰老 第一个 热量限制 有的像大家今天理解的清暖石甚至壁骨 第二个 我可以抑制生长激素或移岛素养生长因子 第三个 我用雷帕酶素 这三种方式分别代表了我让你通过饮食 我让你干预遗传和我让你通过药物来延长寿命 我们最后会发现 原来衰老不是硬件问题 衰老是我们基因组程序的软件问题 只是这个生命的语言在过去 我们没有足够强大的工具 或者说我们没有足够可以普及的成本去做到 我们今天可能或许会明白 衰老原来是我们身体软件设计缺陷的结果 我也一直讲 在我们任何一个物种上 其实死亡也是一种程序 它是在我们的基因组当中一个提前做好的一个设定 所以今天的抗衰老疗法 应该是更多的针对身体的软件 而不是硬件 才可能会真正的起效 不管是小鼠实验 或者是用一种模式动物 我们叫线虫上的实验 我们会发现 它们是可以通过靠虐 我打引号的来实现长寿 简单的讲 如果线虫的生活环境很好 吃得很好 休息得很好 它大概很容易就在一个正常的年龄 去寿宗正寝了 如果我又饿它 我又动它 我又想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点像我们过去讲的 与天将将大任 与献虫也 必迁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然后献虫 知能忍性 就活得更长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或许我们的人类 不应该生活在一个收益安逸的状态 我们有的时候 也确实要让自己 做一些负伤的事情 伤是物理学 热力学定律当中 一个重要的定义 也就是说 它代表的是一种志趣的混乱度 做负伤 就是让你的混乱度降低 让你变得更有秩序 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运动加学习 你的身体和大脑 只有一个应该在路上 这个不妨大家也多多去考虑 再往下讲 就会讲到永生了 其实永生 从秦始观开始 就是自古以来 很多的 不管是政治家 或者是大商人的 这样的一种妄想 因为没有死亡 那么每一个出生 都一定是一个悲剧 我想说 尽管我们做大量的抗扫 成为这个宇宙的精神中心 这倒是 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探讨的 我们能不能把人类的知识 人类的爱 向着跨血缘 跨物种 甚至跟轨迹生命去结合 这才是我们今天 更多的去讨论 下一个时代 新人类的 一个有意义的方向 我不得不说 衰老 真的就是一个心理概念 只有当你觉得你老了 你才是真老了 有些人二十来岁 心态已经像六十岁了 有些人七十多岁 却只保持着四十来岁的 这种感觉 你知道 所谓的老 不是头上有了白头发 而是你的脑中 不再接受新的想法 在我们这些科技大厂当中 有一句话叫 技术上你老了 你还在 暴残守缺 音循守旧 不接受新事物 技术的演进 越来越快 毕竟科学革命到现在 仅仅就是五百年的时间 工业革命到现在 短短二百五十年的时间 但是人类的寿命 又在加速地延长 这就会出现一个 有意思的现象 您看 如果生下来遇到了科技 你会 理所当然 二十岁遇到的科技 就像今天的GPT 都是一群孩子们 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们 积极拥抱它 他们会欣然尝试 如果四十岁的时候遇到了技术 很多人就开始 半信半疑 等到六十岁时候 再遇到了技术 得了吧 这都是异端邪说 你忘了 你也是从二十岁过来的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诺贝尔奖 奖给了六十岁 七十岁的科学家 然而奖励他们的成就 却是他们在三十岁时候的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科技的进步 从来没有变慢 只是我们的心态 是否跟上了 技术顿感 而不是敏感 是当下人类最大的挑战 在尹哥所在的华大 我一直讲一句话 在科学上 应该是尊幼爱老 多给年轻人发言的机会 多让他们的思想去奔异一下 毕竟世界是您的 也是我的 但归根结底是属于那些 身体好 活得久的 所谓活久见 人类这个物种 有的时候经常会 莫名其妙的担心 因为相信相信的力量 就是人类的神性 往好的方向讲 它会让我们有信仰 它会让我们有正义感 它会让我们去追求真理的 这样的完备性 往不好的方向讲 它会让我们去产生担忧 产生恐惧 所谓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生 所以人类经常容易高估近期 而低估远期 当我们自觉已经是万物的灵长 我们开始直立行走 我们学会用火 我们懂得制造工具 开展语言交流 变成了真实性之后 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 然而 你有没有想过 当汽车 特别是F1 已经发明了以后 我们再也跑不过机械了 换言之 如果我们看遍 这38亿年的生命史 你要知道 哺乳动物是经历了 含武器大爆发那一刻之后的五次大灭绝 当白鸡大灭绝在6600万年前发生 恐龙推出了历史舞台 哺乳动物有机会站到了今天 掌控地球的从那一刻开始 注定是更高等的智能 而不具体是哪一个物种 比如 人类 换言之 我从来不担心 今天的归基生命像人类一样思考 我担心的更多的是人类 却像归基生命一样执行 在我们今天还在费尽心 去拯救一个一个的罕见病病人的时候 我们人类还在互相的同事操歌 大动干戈 那在我来看 这其实对今天的人类 还是蛮有讽刺意味的